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们看到赖金德过境美国 看起来还真的问题种种 美国显示出高度的不信赖 关于这个问题 一定要请到两岸三地的超级爆料天王 是张有化张大哥 张大哥好 欧教授好 是赖金德过境美国 为什么受到看起来是冷却的待遇 他不是就已经胜利在望了吗 而且716的全代会就已经过了 但是赖金德完全不像是可以欢庆的样子 是不是这中间真的会有变故 而在未来的8月9月10月里面 是不是蔡英文仍然是有机会出手呢 有请勇华哥 勇华哥请 针对欧教授这个问题 我的答复也非常的简单 7月17号台湾外事单位突然对于赖金德 奉派为特使参加巴拉圭总统潘宁亚的就职典礼 他发表了新闻稿 那由外事单位发言人他讲的轻描的淡写 他就是说8月14号会到巴拉圭 但是各位注意啊这里面的玄机 8月14号以前你赖金德什么时候到美国就我所知应该是8月11号 8月11号到美国 换句话说他过境会有三天的时间 那现在截至目前为止 美国对于他的过境地点到现在都没有确认 就是说他究竟由纽约或者是比照上一次由纽约或者洛杉矶回 就跟蔡英文一样由纽约到洛杉矶大概都是固定这个路线 那今天却没有公布 那其次8月14号到巴拉圭 8月15号参加就职典礼 参加就职典礼大概8月16号他要回城 他回城的时候他要经过哪里 他有什么聚会 就跟蔡英文一样的 如果比照蔡英文的模式 他一定会见智库啊 会见纽约州的那些比较重要的参众议员啊 但是都没有 那现在问题是他回城他要经过哪里 就是说今天外事单位讲得寒寒糊糊模糊不清 甚至于像蔡英文去美国的时候 他会见了谁 他的行程我们几乎都已经可以事先知道 但是赖清德的行程 其实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 那第二个就是美国已经下令 不准官员跟赖清德进行接触 当然 罗森博格一定会去接机 那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是AIT的理事主席 那第三个就是赖清德到了美国以后 那过去 立营的媒体一直讲 他会进入到AIT总部 反正顾立雄都已经去了嘛 那赖清德也不妨去个一下 对不对 因为毕竟赖清德的位阶是一定超过顾立雄的嘛 但是他就讲 这一次赖清德去美国 没有所谓的官司参业 注意啊 没有官司参业 乔业大概也举办一场 这个跟蔡英文是完全不同的待遇 所以我们不禁怀疑 就是说赖清德这次到美国 怎么会弄得七七惨惨 应该是美国对他很有意见 看样子他想要补考也不会过 那更奇怪的是说 美国居然不理会 萧美琴的接触 传闻萧美琴是他的副手 应该要打理赖清德会打理的非常好啊 毕竟他们两个要合作嘛 但是美国不接萧美琴的电话 也不听萧美琴的解释 那这个中间 就是说美国可能会问蔡英文 就是问蔡英文什么 就是说从他四个支柱 到现在他谈的两岸政策 似乎已经超过了蔡英文的红线 那蔡英文会不会在这个地方给他下眼药 就要看他过去美国的时候 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欧教授 勇华哥的爆料非常重要啊 我们刚就勇华哥所说的内容 对比当时候啊 这个韩国瑜到美国去的时候 也受到相对不太好的待遇 可是这个待遇呢 比起今天的赖清德 看起来还好一些 例如乔宴 当时候韩国瑜呢 是被减少了一到两场的乔宴 但现在按照友华哥这个说法呢 是赖清德所可以接受的乔宴 或者可以举办的乔宴 是比当时候的韩国瑜要少 那我们事后都已经知道了 美国对韩国瑜的态度呢 是不够友善的 现在为什么赖清德所受到的对待 却比韩国瑜那时候看起来 要更糟呢 有华哥 韩国瑜那个时候 他至少还可以进入美国大学去演讲 是 然后呢 在几个地方 有两个地方呢 我那个知道的 是我那个时候 是我朋友 他们支持韩国瑜 尤其他们是军方的 就是过去是黄复兴党部 现在在美国发展的 特别帮他举办 那一场 那一场 坦白说 那个时候没有经过美方的同意 而是私下聚会 那我们现在看赖清德 如果他真的私下聚会的话 美国会会警告他 这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那第二个 他会不会容许赖清德到智库演讲 谈他的两岸政策 美国显然不准 那第三个 过去 如果是民进党过去的话 至少是四场桥演 四场 至少四场桥演 那这是只有一场 那各位看 这个赖清德到美国 显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 所以我经常讲赖清德去补考 赖清德为什么是补考 就是蔡英文搞他嘛 否则的话 他需要补考吗 他都自己说 他要继承蔡英文的路线 那你继承蔡英文的路线 那蔡英文的路线 让美国非常满意啊 怎么会让他补考呢 那显然你也愉悦了 蔡英文的红线 对不对 是 但他现在显然是连补考 考卷都不让他写 只是让他进一下考场 那还未必能够通过这个考试 因为现在这个规格 实在是太差太差了 我们这样说 美国是不是对于赖清德 投稿华尔街日报这件事情 也非常的不以为然呢 尤华哥 他非但不以为然 因为他蔡英文没有过目 然后绕过萧美琴 由台胞 由桃 帮他弄过去的 所以刊登出来 美国大吃一惊 还有 你有没有发觉 台湾的外事单位 今天说赖清德要担任特使 去巴拉圭 中国大陆也随即讲了三个坚持 叫美国 你要遵守这三个坚持 截至目前为止 你有没有发觉 美国国务院没有任何的说法 没错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 不像中国大陆 讲到蔡英文 美国第二天就会回应 没错 美国第二天就会回应 可是截至目前为止都没有回应 就好像美国要默认中国大陆的抗议 那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里面一定有人帮他穿小鞋 下眼药 或者干脆拒绝 好 拒绝听赖清德的说明 让他没有办法风风光光的回去 也没有办法风风光光的回来 好 看起来根据有华哥的爆料 赖清德虽然通过716的拳带会 但是仍然他的位置非常的不稳 尽尽可为相关的爆料 我们一定要还要再邀请到有华哥 来继续为我们一个一个的揭开 感谢有华哥 谢谢